同学们,大家好。 今天我们来学习白色瘟疫,也就是结核病。 结核病,Tuberculosis,又称TB。 它是由结核分支杆菌侵入人体,引起的一种慢性的传染性疾病。 这种古老的疾病,在2017年仍然夺走了130万人的生命。 在古希腊,结核病被叫为Phyces。 希伯克拉底将它描述为一种致命的疾病。 他解道,Phyces主要侵犯18到35岁之间的人。 肺结核是这种疾病最严重的形式。 对许多人来说是致命的。 在中国古代,结核病被叫做劳病。 在蟒王堆汉木当中出土的女尸,左肺上就存在着结核的钙化造。 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结核病了。 在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,该病曾经泛滥。 当时,由于结核病人严重贫血,所以会出现脸色苍白。 所以啊,从18世纪开始,结核病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,白色瘟疫。 直到1882年3月24号,科赫向柏林生理学会报告了自己的发泄, 才彻底改变了人类抗击结核病的历史。 人类终于找到了结核病的病因。 正是因为结核分支杆菌的发泄,科赫在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或者是医学奖。 也因为如此,世界卫生组织还将每年的3月24号设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。 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,随着对癌基乙线水洋酸、裂酶素、医烟颈、利孚瓶等抗生素的出现, 结核的治疗效果曾经非常好。 这让人类不再像千年前那样任由结核病宰割, 所以该病曾经一度销声匿迹。 可是,后来,由于多重耐药菌的出现, 疫苗也就是卡尖苗免疫保护率降低, 而HIV的流行使得疫感人群增加了26到31倍, 且复感人群复发等等原因, 使得结核病又称死灰复燃之势。 2018年,WHO全球结核报告显示, 全球目前感染结核分支感菌的人数达到了20亿之多, 总的发病人数大概是2000万, 而每年的发病人数呢, 有1000万。 其中,90%的患者为成年患者, 也就是大于15岁以上者。 每年全球有300万死于结核病, 也就是说,每分钟有6人死于结核病。 我们国家被纪委报告显示, 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结核高负担的国家, 该人数占全球人数的11%, 每年有130万的新发病例, 是耐药结核病最多的27个国家之一, 耐多药率的发生约为8.32%。 据估算,每年新发的有10万耐多药结核病例, 而这些结核病的发病者当中, HIV阳性人数达到了1.8万。 这是2018年我国法定传染病移情概况, 同样显示,该年肺结核的死亡人数是法定传染病的第二位,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, 它常常和畏惧首位的艾滋病狼狈为奸, 危害非常大,学校是结核感染的重灾区之一。 2018年的9月,江英卯幼师查出了肺结核, 幼儿园全员的孩子进行了筛查发泄, 有28个孩子感染,5个确诊, 这消息让人为之心灸。 2017年,发生在湖南桃江寺中结核病聚集性疫情中, 共发现29例肺结核确诊病例, 5例疑似病例, 另有38名学生需要进行预防性的服药, 也就是说总共有72名学生需要进行治疗和管理。 那么,为什么学生人群更容易被结核菌盯上呢? 这是因为许多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, 而忽视了体育的断裂, 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, 所以更容易发生结核菌的感染。 这样大教室上课的场景, 在大学当中非常的常见, 学校人口密度高度集中, 如果说室内通风意识再差一些, 一旦学生当中发生了肺结核的患者, 就很容易会造成该病在学生当中的传播。 结核病的控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, 比如缺乏有效的疫苗, 目前的诊断工具也不够敏感。 耐药性、抑感因素, 比如说糖尿病等等的增加, 使得结核从且负感染, 进展为活动性肺结核的风险也在不断提高。 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问题又助纣为虐, 所以在面对这个古老的疾病的时候, 我们距离胜利还很远。 希望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 能有更多的新方法来控制这种带来全球疫情的疾病, 将众多的感染者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。 好,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, 谢谢大家。